2024年秋冬流行单品缺衣就等于不懂时尚 第一呢就是德训鞋 这可是前几年奥特莱斯放在折扣区的最底层的单品啊 这个鞋起源于1949年的Samba 也是阿迪达斯的创始人啊亲自设计的 最初它就是足球鞋 在后来啊被很多的明星穿上舞台 又后来和很多的品牌联名 把Samba这个系列抬到了新高度 现在不管是街头达人 还是踢台潮流 又或者是一些爱豆甚至于商务老钱都对它爱不释手 那我们在给客户配搭的过程中呢 可以配搭工装裤牛仔裤半身裙 又或者是一些摆折裙 堆堆腕等等 可以打破我们传统的配搭 让客户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那第二个单品呢就是西部沙漠靴 这个鞋子啊 早在2022年的喵喵的秋冬发布会上火过一把 我也在那个时候啊 推了一小波但是没推爆 为什么呢 太小众了 很难被普通人接受 再后来也没再推 但是在今年的秋冬 这个鞋经过一系列的改版呢 打破了传统靴的模板 再加上艾豆尔 辣妹风的追捧啊 这个鞋子才被更多的时尚人群接受 如果你店里做的是韩戏啊 辣妹风啊 欧美大牌风啊 那这个鞋一定是必搭单品 第三带有安格拉红的一切单品 这个颜色我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大家想详细的了解 可以看我这条视频 这个颜色其实是枯其的金色 早在90年代啊 就被放在各种经典的配色中 一年春夏为了营造一波色彩视觉营销 又一次采用了这个颜色 也是这个颜色真正的意义 再一次被人爱上 第四 妙系的灰色系和藏蓝色 藏蓝色可是复古色里面 最难驾驭的颜色呀 为什么又一次回归到大宗的视野里呢 我猜想是因为未来和过去的关系 女孩梦想未来成为职场精英 职场精英呢 则想回归过去年轻时的校园生活 恰恰蓝色是成功女性的 代表色之一 同时也是复古学院风的必备色 比如百折群啊 针织衫啊 这些单品啊 都是今年的爆款 让各种人群满足了 优雅都市感的千金风的心理需求 灰色格雷系呢 也是今年春季的流行色了 只是当时正处于春夏 所以啊 大家会对暖色系更感兴趣 格雷系就没流行起来 但是今年秋冬这个颜色 佩搭安格拉红啊 能营造出一种大女主的氛围 也称安格雷传达 那这个颜色呢 和藏蓝色配在一起呢 也是2024年MU戏的经典配色 知性中带一点点性感 性感中不失纯粹 但是以上这些配色啊 极为挑人 对于无妆容无趣致的普通人来说呢 那就是坑 而且是万丈深渊 第五种 今年冬季即将回潮的焦糖宗 天哪 他终于来了 没想到这么快 我预感啊 只是代表我个人的预判啊 今年冬天会掀起一股热潮 我就知道 去年上半年的喀瑟美拉德 下半年的老前锋 今年上半年的格雷系 到下半年的安格拉红复古兰 一水的 普通人难驾驭的流行色 我当时就想啊 你不对啊 普通人的死亡四大色系 怎么能少得了焦糖宗呢 这不 来了 我去年在线下课的时候啊 有讲过焦糖色 经典老前色 谁进谁压祸 不信 你等着 今年冬季的单品 尤其是皮毛一体 或者是包包啊 主色 其实都不会少了它 又有品味 又老土 又喜欢 又可怕 多割裂的形容啊 包括以上这四大色系啊 都是如此 让有品味的人穿上 那是又高级又复古 让普通人穿上 是又黑又老土 作为专业服装人啊 我们对这个颜色啊 是甚是欢喜 但是卖不出去 让我们自我怀疑 那既然流行 我们就要考虑流行的本质了 我觉得是因为 现在的人们消费降级 为了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 不敢去畅想未来 而是去怀念过去的辉煌 经典回归 也成为了当下的流行趋势 那作为服装圈的我们 其实啊 很难选择 一方面是上游市场的流行 我们只能去跟 另一边是为了活下来 去应和大众 那我们在组货选品的时候 如何做到既跟流行 又能让普通人接受 而且做到他们心目中的时尚呢 关注我 下期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